台湾拒绝大陆帮助后,美国将向其运送75万剂急需的新冠疫苗 据台媒报道,日前俄罗斯方面一篇以此为题的报道,吸引了诸多外国网友关注 对于民进党当局,在疫情下仍将政治操弄至于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之上的行为,很多人表示非常不解 有网友表示,如果台湾可以拒绝大陆的帮助,仅接受75万剂疫苗来拯救约2300万民众,这听起来似乎一点也不急迫 还有人指出,所有人都知道西方只提供阿斯利康疫苗,因为没人想要它 但是缺乏自尊的台湾当局将会接受美国的任何东西,甚至是被丢弃不要的疫苗,这多么悲哀 针对民进党当局屡屡拒绝大陆疫苗出台,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曾表示 民进党当局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,持续在抗议合作上大搞政治操弄 这是对台湾同胞生命健康的漠视,有为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们奉劝台湾当局把心思放在科学防疫上,消除人为的政治障碍 让广大台湾同胞的生命健康,利益扶持得到气势保障